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如果是修复手术 或者说你这个鼻子出现炎症软缩鼻的话 那可能价格的话又会高一些 然后根据这个可能 其实每个医院的话 可能价位这个测定上面的话 定位的话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所以价格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差异的 对 所以说像我们过来来咨询上院 咨询以后的话才能知道 我们的这个手术方案和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对 所以说在宝宝们咨询的时候 也不要一上来盲目的就问我这个多少钱 因为这谁也说不准你这到底是多少钱 最好是跟院长这样面谈一下 咨询一下才知道的 跟院长的技术也是有关的 对对对 行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好的 拜拜